大家好,我是Stan SM新人女团ESPA 在出道前虽然引起了很多争议 但是在出道后 马上就在音源与巨尾MV等 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哼扫了很多年末新人奖 然后在昨天 ESPA再次创下了一个大纪录 ESPA昨天在SBS INKIGA 又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这不但是ESPA出道首次的一位 也是继2007年10月11号 同学系列以TASHIMANA 再给拿下音乐节目的一位之后 时隔14年 刷新了SM歌手 以出道曲拿下音乐节目一位的大纪录 在这里突然后期 《村庆世界》之后 SM的歌手们 都是以什么歌曲拿下了首次的一位 首先是2008年出道的下一年 是以SANSOGATNA拿下了首次的一位 2009年出道的FX 以P2Q拿下了首次的一位 2012年出道的AXO 以The D1M拿下了首次的一位 2014年出道的REDRAVE 以Ice Cream Cane拿下了首次的一位 2016年出道的NCT 是以MASIMA CHESARA CHERRY BUM拿下了首次的一位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恭喜恭喜赞斯帕 最近太喜欢PLAYMAMBA了 超稀呢 出道前就引起各种话题 结果还是拿下了一位 果然是要同时满足黑白粉才可以 哇不过 努达那麽也不竟然没有拿过一位 好惊讶啊 努达那麽也不不是一位 那么红的歌 当时是跟谁竞争了呢 太不像话了 虽然不是SHINY粉 但是努达那麽也不是我的人生曲 现在也是无人不晓的歌啊 我们来看一下 SHINY的出道曲努达那麽也不 没有拿下一位的理由 当时同一期发表的歌曲有 Wonder is so hard 同一天发表的歌曲是 对 当时那个时候 不管你再怎么厉害 年轻人不是 啊 so hard 就是 Namambarab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1月份 在韩国爆红的日本两岁女孩 Nonoka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几天横扫韩国的一个影片 这位在日本童谣歌唱比赛 拿下影响的Nonoka 因为不知道要用什么形容词 才能形容的可爱 以及跟钢琴脚架差不多高的84公分身高 马上就袭击了韩国阿姨叔叔们的心 在韩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因为在韩国的爆红 Nonoka的YouTube频道里 开始上传了Nonoka学韩文 唱韩文童谣的影片 Nonoka的妈妈也表示 因为韩国网友们的喜爱 支持的留言 Nonoka也喜欢上了韩国 从现在开始想要更加认识韩国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突然出现了个可爱的生命题 强力推荐一日一Nonoka 所以大家这位如果有韩国朋友的话 就跟他说一下 Nonoka真的很可爱吧 韩国人一定会吓一跳 你也知道Nonoka 如果对方不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假装很惊讶地说 你连Nonoka都不知道 把韩国人做成跟不上潮流的人 哎哟哟哟嘞嘞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